上个月底29日以及30日位在淡水的宫庙皇及玄元宫 举办建宫十周年平安绕境庆典 事后却引来在地居民的不满 脸书社群网路上满满的危险释放烟火 以及事后满地的垃圾更是让里长相当生气 名愿炸锅 对此淡水区公所日前也邀及相关的单位 警分局、消防局、环保局、交通局、民政局 以及新北捷运公司等等 还有庙方的代表一起来召开绕境的检讨会 上个月底29日跟30日位于淡水宫庙 皇及玄元宫举办建宫十周年平安绕境庆典 事后却引来了在地居民的不满 脸书社群网路上面满满的危险释放烟火 及事后的满地垃圾照片 让里长更加生气名愿炸锅 对此淡水区公所在日前邀及相关单位 还有警分局、消防局、环保局、交通局、民政局 以及新北捷运公司等单位 还有庙方代表召开了绕境检讨会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检讨会是希望说 针对于包括警察、消防、环境保护等等 我们再一次的来厘清 然后看哪些事情可以做 以后再事先再可以让这些公庙更清楚 做到位 甚至如果说不行的话 就是这些主管单位他们要提出意见说 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绕境活动不适合 不适合不要来做核准 那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希望说 厘清责任、厘清方法 然后让大家这个绕境能够更 真的是合境平安 但水区长表示 对于民间信仰绕境活动 政府都予以尊重 而公所对于公庙绕境 并没有准博权 只能够转送相关单位做申报 对于这一次的绕境产生的问题 经过这一次的检讨会 对于相关全责单位 包括了警分局道路交通与秩序 消防局的爆竹、栏放管理 环保局的垃圾、清理财阀等等 希望在下次相关活动前 能够做事前的管控 及有效的避免问题发生 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会虚心接受 但是并不是像新闻所讲的那么夸张 我们到帮忙 我们没有这样子 就是我们半夜临时又请六台三号 然后又营造厂的大厂车 然后人力 我们少到半夜三点 然后到五点 又换另外一人 又二十几个又在那里 那个是我们的疏忽 我们可以盖过出的 但是 我们也是尽力去做好 而不是像吸收淡水讲的那么夸张 我们都不做 我说最不好就是这样 对此庙方代表在检讨会上面 向大家喊冤 说他们庙方在事后 也派出了许多的志工进行街道清理 及打扫工作 将这些垃圾清理干净 虽然对于里长造成极大困扰 深感抱歉 但并不是网路所说的他们什么都没做 但看在市民眼中 却造成当天许多的困扰 或者是在轻轨列车旁边 这样的场景也让新北捷运公司 认为有影响列车的行车安全 而这些都是可能主办单位 必须考虑进去的重点 里长也希望对于这类型的活动 能够有更好的法则规范 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记者许多一弹学采访报导